好 再来看到这一名是疑似酒驾的邱信男子 因为看到前方有警察领检 他就立刻把车停在路边 和朋友下车进入到便利超商 之后就换成他的朋友来开了 不过警方要求邱信男子自己来接受酒册 但他不肯 那么警方也因为没有录影存证 最后是以目测为理由 开罚六万块 并且吊销了这一名邱信男子的驾照 让他相当不服 重回事发地点 邱信男子站在超商门口大声喊冤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 当时开车是我一个人 我能开车而已 我停在这边买一包香烟 时间大概在十分钟左右 然后我朋友来再开车 然后我们才离开这个地方 到前面那个红车那边被拦截 男子自称 今年初他独自一人开车经过便利商店 想要下车买烟 因为晚餐时有喝酒 所以打电话找来朋友替他开车 但却遭到警方指控 他是因为看到路边有领检 所以才故意换人开车 有喝一瓶半的啤酒 这样子 那我就说预防这个问题 我就还是说保险一点 请我朋友开这样子 那等于说被拦截下来的时候 驾驶并不是我 警方虽然没有录影存证 但是却表示有看见邱信男子 和有人走下车进入超商 而且原本开车的人穿的是布鞋 副驾驶座的人是穿拖鞋 从超商出来之后 却变成穿拖鞋的人在开车 当时下车的这个驾驶是穿布鞋 可是等到出来之后 这个开车的人就换了另外一个 不是穿布鞋的人开车 所以他认为是说这个时候呢 原来驾驶的人 他是有这个规避他们酒侧的情况 求信男子拒绝酒侧还变称没有开车 让警方最后是开了一个6万元的罚单 男子不服气向法院提出异议 但是还是遭到驳回 毕竟酒后开车本来就是违法的行为 专讯和蒙前谭若仪新竹采访报道